沙土瞬间有了生机 慢慢浮现出一个人形怪物 酷痴一声 又变成一盘散沙 然而黄沙并没有放弃希望 强行凝聚在一起 再次变成老鲜肉 沙雕看着自己的咸猪手 想不到自己会变成这副德行 这让怂哥瞬间崩溃 他膀胱一扫 发现地上的魔法宝石 急忙伸手去捞 结果手掌竟然变成渣渣灰 气得沙雕痴疮都犯了 使出吃爷爷的静明石胳膊 再次抓向倒灶的项链 竟然硬生生站了起来 随后身体迅速变成人类模样 他来到女儿失踪的地方 正巧碰到一群假冒的佛伯乐 看着男人嚣张的样子 快速追了上去 而男人却消失无踪 此时旁边的货车涌出沙土 佛伯乐快速撩开遮羞布 露出一车黑色的黄沙 然而沙土正在诡异的下沉 不信邪的丧镳拿着铁锹走过去 下一秒 沙土里突然钻出大手 然后是四十米的身躯 吓得众人尿不湿全部尿湿 对着沙雕疯狂输出 结果被残暴的送去西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沙雕太可怕了